今天南双赛场也是爆出了大冷门 赛会头号种子韩国的高成炫李隆大是1比2 被13号种子中华台北的李胜木蔡佳新淘汰 赛后李胜木认为心态是获胜的关键 其实赢在我们今天心态 我们要下场之前就是给自己说 反正这两球胜算不多 我们就以那种输的态度去面对 所以我输没关系 但是我要让你觉得说 你赢得没有很轻松这样 我们是用这种态度去比 所以他们压力就变成他们那边 我认为这种连转的连转的连转 我心裡